贴上之后的话它会出现让你可以调整位置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就放过来一点点好了 因为我想要再放一张图放两张图好了 那你找一个适当的位置点一下 这一个图就过来了 再来的话呢我再切换过去的话呢其实因为刚刚已经开启过了 所以我直接从视窗里面再切过来 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把 另外一个图好了这个楼梯好了把它搬过去 那一样的方式把它做选取 那特别注意如果你这样选取变两个都一起过去 所以说我们现在先把它按Escape 再来做一个选取 选取之后一样编辑 复制 然后再到视窗这边把它 切换到刚刚那个图框 并且把它贴上去 那其实按右键贴上也是可以的 那贴上的话呢就这样子 就这样不过你会发现这个因为你会发现图框呢 图框其实它最多大概只能 放一个 两个其实有勉强 所以你还必须要稍微再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好像这样的话呢就已经有点重叠到了 所以你还必须要把它稍微 搬过去一点点 这个它再过去一点 那移动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右键 这边就有个所谓的移动 或者你直接 点一下侧点 变红色按右键也是一样会给移动 这个地方也可以再 再做一个 按右键 那我们下令换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令人 这个地方